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基调第二集的箭嘴教学 之前我们四集的机式 今天加上两集的基调 相信大家对我们箭嘴上的了解 已经有一个非常之不错的认识了 我们上一集第一集的基调教学里面 主要是focus在我们的饮食和环境 这集的基调其实就focus在我们的动力 和我们观点上的一个感官能量 我们其实上一集的概念 还未跟大家去分析的基调的123456 其实是跟我们的能量中心相关的 12就是跟我们的直觉中心相关 有些安全性质的东西是有关系的 34就是我们的逻辑中心 跟我们脑袋的逻辑思考是会有关系的 56就是我们的情绪中心 跟我们的情绪能量感染他人 是会有少少关系的 如果大家加上这个观念 在我们的基调里面的认识 相信是会比较容易去学习整件事的 那好了我们事不宜迟了 立即开始 今天第二集基调上面的通一教学 就是我们的security 安全感的 顾名思义一的东西 其实大家应该都感觉到 其实跟一些搵打搵杀的东西有关的 通一做事的人看东西的人 不喜欢一些新的事情 不喜欢一些突发的事情 对于他来说 没有准备过的东西 是一个真的很不舒服的感觉 看东西也好 做东西也好 日常生活当中 他是一个很搵打搵杀的人 同时任何人如果想骗他的话 他健康的状态 其实是不会被任何人骗到的 通一的人有一个这样的特色 然后他记不记得我们上集说过的 基调一就是叫臭角 如果大家想到臭角 和直觉中心上的安全感有关 其实可以想象到 在不同的地方都很容易可以闻到危险的地方 闻到危险的一些位置 闻到一个危险的风险 所以通一的人和风险非常之有关 因为从头到尾就有一个很大的安全感 去看东西和做东西都会这样的 接着我们到通二 就到不确定性 刚才通一就要最稳定的 通二就有点相反了 反而他做任何东西 他需要尝试去试新东西 玩新东西 去做一个不同的可能性 可以令到他可以看到一个 与别不同的 outcome 这个对他来说 那个能量输出会是最大的 所以他任何时候 保持那个好奇心 一个实验的心态 他学一件事 看一件事 做一件事 那对他来说 他会发觉自己的能量输出 会强大一点 所以你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你既然试下了一件事 实验一件事 那固然是很容易做不到 做错失败的啦 当然在观点上面 或者动力上面 都要注意的就是一个消除负能量的感觉 因为日常生活当中 你既然试下了一件事 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是可以承受到一件事 是未必真的做到出来的 那是这样的心态呢 才可以健康 令你长时间继续 试不同的东西 这件事呢 就很需要去提醒自己啦 好了 接着呢 就到我们的T3 行动 Action 既然我们到T3呢 就是我们刚才由我们的直觉中心 已经去了我们的逻辑中心了 这个地方呢 就代表和逻辑思考的关系 行动 Action的人呢 任何时间任何工作的地方呢 其实就关于To Do List 即是可以将一件事分拆不同的步骤 一个再繁复的工作 可以找很多不同的Step 1 2 3 4 5 接着一个Step 1又可以分A B C D 这一类型的工作方式呢 是对他来说最适合 也都是最舒服 也都是最擅长的 那我上课又这样说 那个学生呢 跟我说了一个挺好的例子的 他就说了 哇 我呢 很有感觉啊 老师 我是一个教股的人来的 对于我来说呢 教股是一种很繁复的东西来的 但我呢 我教得比其他老师的 其中一个地方 就是因为呢 我可以懂得教股同一件事 左右手去拆到很小的Step 让学生一步一步的跟着去 那这个例子呢 就发觉他的很大的关系 就是因为每当他拆散一个Step 给不同的学生去学习 打鼓这个事情 他就发觉呢 他会教得比其他老师好 那这一样东西呢 他最关系的T3 就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他的战组观点和动力 同时间都是T3 那他这个呢 是一个的确非常好的例子 大家可以参考的 那所以啦 T3的你们呢 如果日常生活当中 你发觉不知怎样说服人家 不知怎样令自己的工作 更加之顺利顺畅 或者更加之有说服力呢 步骤 分拆事情 这个呢 对你来说就非常重要 因为T3的能量特质呢 就很容易给多一种安全感 可靠的感觉 其他人去依赖的 那大家去参考一下啦 好了 然后到我们的T4 叫做Meditation 冥想 好了 听到冥想呢 不知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些 好像很宗教信仰 在佛堂里面才可以做到最多的事情 其实就不是的 完全不是的 在人类图的冥想的角度呢 和大家平时了解的冥想有少少分别 刚才我说T3 就是对于我们的外在世界嘛 看到四周围的事情 怎样分拆的步骤 至于T4呢 就完全可以说是相反的 同样都是逻辑中心 但是呢 反而就不是去用它 是学习怎么放低它 我们的重点是放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上 无论四周围发生什么事都好 无论四周围的行动有多难 无论四周围的看的事情有多复杂都好 我们喜欢做 我们应该要做 我们应该要特别提醒自己做的就是 去割策当下 我们不要让所有东西去分心到自己 我们就要 focus在眼前这件事 我们觉察自己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事情 将那些东西放到最大 我们的内心世界又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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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复杂 和丰富 有很多能量在里面的 又是在心目当中 我们不只是觉察的话 很容易会去哪里收到的 对于T4的人呢 这件事是特别要注意的 所以一个很简单的说法 T3的你呢 就是用眼睛去学习 看东西和去工作 看看如何拆散一些事情去观察 T4的你完全相反 是用呼吸的 无论遇到什么事 什么状态 一个深呼吸 重新调整你的思绪 你的状态 这个是你工作和看东西 最顺畅 最应该做的东西方法来的 好了 最后呢 就到我们情绪中心上的T5T6了 T5呢 就叫做judgment 批判 T5的你呢 其实是情绪中心相关嘛 你很容易可以感受到对方 觉察到对方 还有连结到对方的 他真实的状态是怎么样 他现在做一件事 有什么是好有什么是不好 所以批判你 换句话呢 你可以看一件事 和做一件事 很容易发现 对方不足的地方 要改正的地方 要去修正的地方 你很容易帮到人 你很容易给到建议对方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现今社会 尤其是出来做事 不是真的个个都会接受 或者是想接受你的意见 和你的想法的 所以呢 有少少需要学习投射者的特质 你想帮别人 不妨给自己一个冷静的时间 留白的时间 让别人问你 邀请你 你才试试给这个建议对方 这样的时候 很可能有时候有些说话 你是会比较尖锐的 但是因为别人主动问你 所以对方的承受能力是高一点 那这个时候 才可以最发挥到你T5的能量 这个就是T5一个重要的地方 好了 最后就到我们T6 Acceptance 就是接受相关的 其实任何时候到6 你都会发觉和前面的12345 是一个几大的落差 几大的不同的 其实6就是完全和1到5 不同的范畴 1到5都在说我们 我们怎样去善用我们的能量 去发挥得好一点 做得好一点 6就反而有点完全的相反 我们的情绪是怎样都好 我们接受它 我们四周围有什么困难的事情都好 我们接受它 无论我们的6 是怎样去工作努力都好 其实未必真是最适合的状态 反而就是我们学习善用 4周围是可以很多问题的 4周围可以很多挫折的 从我们的问题挫折 中到学习和成长 反而才是6里面一个比较大的 工作方向 学习方向 就是正正因为你经历过 更多的问题 挫折 所以你才可以用你的经验 去感染他人 去帮助他人 这个是6上的一个特质 好了 那我们今天 基调第二集的教学 都已经讲完了 那就是123456 顺着跟大家讲的 动力和观点的3和4的战序 大家就可以明白到 了解到究竟我们的感官元素 感官能量 怎样可以发挥得强大一点 在我们工作和看东西上 今天我们在最后一集 讲完之后 我们Color讲完四个 我们的基调讲完两个 我们的战序又告一段落 大家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留言 想我们说些什么 不妨留言 告诉我们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一些例子 就只是我想和我自己的例子 还有我吸收到四周 我身边的人的例子 你们的连结 应该是会有不一样的 我都很期待 听到大家的不同的想法 那我们暂时的 人流道教学 又会告一段落 我们在明人案例上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